我就不再為大家做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總而言之就是師父的理念 領導著我們這個四眾弟子 師父對我們僧團跟我們的居士們 都有一個這是精神講話 在雲臺史精神講話的時候 所特別提出來的四大堅持 以堅持提升人的品質 建成人間淨土的核心理念 一定這是法古山的特色 然後要推動這三大教育 然後推動四種環保 那紅傳 漢傳佛教的禪佛教 以漢傳佛教的禪佛教 來跟世界接軌 師父的禪 提倡的禪 禪到了明末清出 這元朝以後 禪慢慢的就有一點 流於光縮不裂的口頭禪或者是狂禪 那師父是重視理論跟實踐 具解形病種的中縮俱通的禪 師父他說我一生所自律者 師父盤蓋禪禪禪禪禪祕祕 祕其實是有寫過一輪祕教學 以及各中各派的教理教學 但相當膨雜 其實我一向不會只為了學問的研究而做研究 師父常常說 我們不是佛學的研究 我們是學佛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佛學 是為了佛法的實用而做研究 是為了使得傳統的中印佛教之中 如何落實到現代人的一般生活之中 如何使得多數的現代人看懂 而會應用佛法的智慧 這是師父必勝的使命和責任 師父很重視視重的教育 這個我剛剛已經有簡短的提一下 也不再做深入的說了 健身 我們身團的這種 身教育的重視是師父非常重視的 對於青年人才的培育的重視 所以我們現在有個青年月 這都是師父主義要推動的 都是很重視培養人才 師父的心儀其實是很多故事可以講 但是真的我把前面的時間耗費太多了 我真的覺得好遺憾 有一些很值得說的小故事沒有機會講 師父的持戒親近 這個大家知道 師父的親切自然 大家有親近過師父的就會知道 我們剛剛看照片也可以知道 你們看師父的法骨拳擊也可以挖到寶 那我很幸運的 師父有四次的帶著在家居室 去做一次是印度的佛國之旅 我們要非常感恩在座的事件超董事長 他是師父的真的很忠誠的一個好弟子 師父一個理念下去 他行前一次又一次的去規劃 去設計 然後去安排 所以我們有四次 一次就是佛國之旅 一次就是大陸佛教聖基巡禮 那師父回來都一本著作就出來了 你們可以看這個師父的懷疑撞記 這四次的感動 真的也無法在這裡跟大家說了 只能透過照片看一看 我們師父帶著我們去朝聖的過程當中 他都是用至誠懇切的恭敬心禮拜 我們的信眾 雖然在出發前師父都說 我們是打殘疾的心情去 有些人可能還想 哎呀跟著師父好好啊 又可以旅遊 師父說我們是打殘疾 說我們沿路是不講話的 然後我們印度之行 我們帶著喊清的 到了一個古蹟的地方 師父親自禮拜 我們跟著禮拜 這個地方是阿育王的石柱 師父流著眼淚領禮這個石柱 他感動阿育王 推動佛教的這一份心 使得我們佛教能夠 這樣子的廣大洪傳 那這是在菩提前野的 這個大家一起在那裡一起打坐 那我們第二次到那個 雞足山的那個大陸正經巡禮團 這一段路真的是很不容易 也很感恩 因為師父的那種等恨 大陸對我們師父的尊重 他們可以在我們要去之前 趕緊的排條 本來還不能夠完成的路把它開好 讓我們的車可以上來 那整個路是 我們有的路要騎馬走 可是師父都是一點也不疲累的那個樣子 比我們還走得快的那個樣子 讓我們覺得很讚嘆 很慚愧 那這次到布達拉宮西藏行 這是九花山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要耽誤大家回去的時間 所以有一些本來我想補充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還好 比較喜歡記筆記記錄 所以記了滿多東西 趁這兩個月我把它分出來看 有的是我的日記 有的是我的筆記 哎呀好感動好感動 師父表現出來的形影 那以後有機會再告訴大家好了 其實看看師父的書 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我比較不會講 就看照片 這些照片有的都從書上 我把它下載下來的 師父到一個地方他都會講 我那時候跟著師父 尤其是第一次到印度 才是學佛沒幾年 很多印度的佛教史 還不是很了解 甚至於連佛陀的生平 還一致半解 那師父講的 那我們真的是 好像在為我們上課 在這裡就是 師父為我們講風洞翻洞的故事 慧能大師風洞翻洞的故事 前面這一段就是我 簡簡短短的 很淺很淺的 把我的感恩感動 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願就是 以師父為極致 以師父為極致 我也願意 風範 他那種成仙啟後的精神 他不會有自我標榜的一種 那種 那種 交曼 彎完全全是 虛懷落骨的 一種 一種 踏踏實實的 一種 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一個 我們要學習的 我們要學習的一個法師 以師父的悲願為標竿 堅持到底 修學佛法 來弘揚佛法 護持佛法 讓正法九處 師父的正信佛教 很多人感動 看了這本書 原來佛教是這樣 才願意學佛教的 很多人是這樣的 我就曾經聽過一個人說 人家送來他一本正信佛教 他放在那個書架上 後來出國去了 發現 人家在介紹他看正信佛教 他覺得這本書很眼熟 好像他家裡應該有 回台灣一看 有耶 他沒看 結果一翻開來看 哇 真是他要找到的內容 他就開始去佛了 所以這本書 我現在不問你們還沒看過的請求 舉實話 還沒看的真的要看 因為我問了不少次 很多人真的沒有看